現在要上的東西叫做酸鹼中和跟滴定 滴定是一個過程是一個實驗 那有些實驗步驟的注意事項 第二叫酸鹼中和就是酸加鹼 酸性容易加鹼性容易碰在一起這個反應叫做酸鹼中和 簡稱叫做中和中和反應 酸加鹼叫做酸鹼中和 酸性容易加鹼性容易然後發生化學反應 這個反應我們稱為酸鹼中和 簡稱為中和 通式中文跟英文 中文叫做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英文叫做S鎮加O幾部甚至N2O 跟一個相反 記得跟誰相反嗎 水的解離 倒過來就是水變成氫離子跟氫氧根 它跟水的解離是相反的 酸鹼中和 氫離子加激氧根變成水H2O 中文通式、英文通式都要記住 中文通式跟英文通式都要記住 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S鎮加O幾部生成H2O OK 好 這是一個放熱反應 那我也講過不用背 國中幾乎都放熱 沒背過就是放熱 你背吸了就好 沒背過就放 不過這個在做實驗、考實驗的時候 常常問 它會放熱 然後溫度會上升 然後酸鹼中的這個過程 沒有電子的轉移 它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我們以後才會用電子轉移來交氧化還原 你就只要記住 酸鹼中和不是氧化還原就可以 有氧化還原就可以 OK 當一個酸剛好等於一個鹼的時候 什麼情況叫做剛好中和恰好中和 就是酸的氫離子的墨數 等於鹼的氫氧跟離子墨數 所以這裡就可以考一個計算題 問你這麼多的酸可以跟多少的鹼剛好中和 怎麼算 酸的氫離子墨數等於鹼的氫氧跟離子墨數 剛好一樣這樣做 這樣子做 OK 注意 要注意 我說的是氫離子墨數等於氫氧跟離子墨數 我不是說酸的墨數等於鹼的墨數 這意思是要提醒你 你要注意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鹼有幾個氫氧跟 氫氧化鈉 一個氫氧化鈉有幾個氫氧跟 一個 所以氫氧化鈉一墨 氫氧跟也是一墨 可是硫酸H2SO4一個硫酸有幾個氫離子 兩個氫離子 所以硫酸如果是兩墨 氫離子是幾墨 四墨 四墨 你在寫等式的時候 相等的是氫離子墨數等於氫氧跟離子墨數 不是酸的墨數等於鹼的墨數 要注意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鹼有幾個氫氧跟 該乘1就乘1 該乘2就乘2 注意注意 酸鹼剛好中和的時候 可能是酸性的 可能是中性的 也可能是鹼性的 但是這個細節要高中才會教 我們國中教你的時候 都是強酸配強鹼 出來都叫做中性 我國中請你教 請你算的 國中教你的 都是強酸配強鹼 所以出來都怎麼進 中性 但實際上酸鹼剛好中和的時候 不一定是中性 不一定是中性 可能偏酸 可能偏鹼 那個以後上高中再說 我們國中都是中性 這個key word就是 什麼叫做酸鹼剛好中和 輕離子莫數等於 輕氧根離子莫數 注意 是輕離子跟輕氧根不是酸根 解 OK